第三百一十一章 恶号 姓名 怀师 年龄 十七 性别 一片肃穆寂静的办公室里 怀师摊在椅子上面 忍不住叹息 我说老傅啊 你每次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有啥用啊 啪 办公桌后面的男人诺拍桌 你叫谁老傅呢 怀师默然一笑 得意地翘起退来 咱俩现在平级 我不叫你老傅 我叫你傅叔叔 你觉得合适吗 连天文会的便宜都想占 你过分了吧 你还知道自己是天文会的监察官啊 老傅更怒了 从柜子里掏出厚厚一叠的文书 拍在怀师面前 这个月的月报 周报 还有接下来的季度报告 我们这边都已经整合完了 催催催 催你十万次了 一个字都没见着你写 你倒是赶快干活啊 我卡文了不行吗 怀师理直气壮地反驳 况且不是还没截止吗 哪怕是月底了 十二点不到 就不算拖 完全不知道脸在哪的某人说完 还摆出了一副我们天文会形式 何须向他人解释的样子 让老傅的牙都快咬碎了 自从这小王八蛋当上监察官之后 可算是彻底完犊子了 正经事儿一件不干 开始疯狂摸鱼当心水小偷 你说当心水小偷就算了 反正拿的是天文会的钱 可架不住 还有一大堆行动文件 和陷阱维护工作 是需要监察官参与的啊 这王八蛋的鱼 已经从天文会摸到社保局了 这就让眼睛里从来不揉沙子的副处长 开始气得牙痒痒 眼看着当年一个水灵灵的少年 变成了一条老咸鱼 一颗铜豌豆 偏偏还拿他没办法 副处长竟然开始深切地怀念 爱情还在的时候了 虽然不好打交道 但这些日常工作上 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的问题啊 现在可好了 每周的周报 不到最后的时候不交 每个月的月报 不到31号不写 每个季度的季报 季报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家伙鼓起还敷衍一点的 拿着电脑 写几张看上去 还挺标准的文书 到了后面 干脆直接到了月底 就拿30张盖了 天文会印章的白纸 丢到特事处里来 别说文书 就连打印机 都要蹭特事处的墨盒了 要说这就算了 毕竟好多混日子的监察官 都会卡着天文会的许可来掐烂钱 想要从本地刮油水 遇到怀世这么佛系的人 按照特事处的立场而言 较好都来不及 但副处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呀 你不上班就算了 顶着一张牛郎脸 每天去学校 在自己女儿旁边晃来晃去 晃得她心里没底 你就特么不能好好干活吗 谁说我不干活的 怀世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 一拍桌子 震声发问 你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副处长愣了一下 旋即茫然起来 什么日子 她拿起台里来 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 没看到什么待办事项 又没看到什么特殊的节日标记 越发迷惑 今天可是高考试试大会的日子好吗 怀世端起茶杯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斜眼看着她 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我放着这么重要的日子 不去学校参加试试 来这里跟你开会 你竟然跟我说这个 副处长 你真的在乎祖国未来的花朵吗 副处长愣了好久 表情抽搐着 额头青筋 好像两个小朋友在跳跳绳 青筋跳一下 就有四条腿 朝着她的脑门上跺一脚 如鸭飙升 花朵 祖国未来有你这种花朵 可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用尽了自己最后的理智 她才说服自己 不可以将这个小王八蛋 击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只能喘着粗气 努力地一开视线 然后 看到怀世的手机 剧烈地震动起来 三声警报的清脆声音之后 一条赤红色的消息 从天文会的内部EPI里 弹出在了界面上 令副处长愣在了原地 天文会的橙色警戒通报 那是仅次于洪水 飙风那种袭击的 一样的大型灾害预警 出大事了 怀世低头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地伸手 把警告给按掉了 回头继续喝茶 还冲着副处长安抚道 别担心 小事 这两天都好多次了 这群人总是大惊小怪的 你特么倒是看看 上面是什么呀 副处长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来了 一般来说 真要是和星海有关的 社保局的通知 就早已经到了 如今他没有收到 多半就和星海 甚至和整个东夏 都没什么关联 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能一脸关我屁事的 把总部预警 通报给按掉的王八蛋 而且冲他说的 好像还不止一次 摊上这样的监察官 自己真的能够 活到退休吗 副处长再一次地 发自内心地 怀疑起了这一点来 对了 我来这里 还有什么事来着 怀世挠了半天头 终于一拍桌子 想了起来 出入正名 副处长面无表情地 从抽屉里 取出了一个盒子 放在了怀世的面前 然后指了指的 办公室的门 你走 好吗 这就走了 老妇你这人 越来越不客气了 连杯茶都舍不得 让人多喝两口 怀世放下茶杯 拿起了东西 转身准备溜了 林墨忽然想起来 回头问道 对了 好久不见副一了 他去哪了 在沉默里 副处长缓缓地 拿起了手中的手机 给他看上面 行动队的电话 你信不信 只要我这个号码打出去 你就死定了 我信 我信还不行吗 怀世撇了撇嘴 加快速度溜了 这破地方来一次 就要被审问一次 我还不吸得来呢 对了 我把张在A4纸上盖好了 过几天 你们派人来我家拿一下 走出一劫后 他回过头推门主妇 还没说完 就看到副处长 抡起桌子上的保温杯 向着自己冲上来 慌不迭地关上门 跑了 你说这人到中年 都端起保温杯来了 脾气怎么还这么糟呢 不怕脑一袖哦 怀世一边摇着头 一边走出了特事处的大门 把盒子丢进背包里之后 掏出钥匙才发现 他忘记自己车厅哪了 这谁啊 这个月第三次来啊 一个破自行车 就不能停到里面去 非要拴在门上 拴就算了 还他妈挂起来拴 是多怕贼偷啊 上次还把处长的车 给挂了一道口子 这是不要这个月工资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就开走 怀世灰溜溜地 把自己挂在铁门上的 自行车扛下来 在门位的怒势中 一溜烟地跑远了 嗯 一辆老式三脚钢架 永久自行车 他拼兮兮上 趁着打折钢买的 别说还挺好骑的 速度飞快 有钱人的生活真是好啊 想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 想坐公交就坐公交 享受着街上那些人羡慕的眼神 怀世惬意地吹了声口哨 蹬着自己的车 就往石髓管去了 要不是太惹眼球的话 他本来还想着 把马哥叫出来拉一拉 自己连灯都省得灯了 考虑到自己这么说了之后 不只是这辆自行车 保不住全尸 自己脸上可能也会 多几个马蹄印子之后 这事儿 他就没敢跟白马仔戏谈 你说这马 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大 还能吃 现在有了房叔一日三顿草料照顾 隔三差五 还有各色水果吃 这马回来之后 都好像吹气球一样 烫了起来 房叔的伙食实在是太好了 养什么 都好像养猪一样 一天三顿 还有下午茶和夜宵 平日里点心零食 更是没断过 如今到了饭点之后 根本不用怀世招呼 他就自己小跑着 到石髓管里来蹭饭了 偶尔心情好了 还要抢怀世两张煎饼吃 现在家里又是白马 又是乌鸦 整得跟个动物园似的 等等 乌鸦 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 他就感觉到 手机在裤兜里聚震 跟装了一群人 在里面转圈蹦迪一样 震得停不下来 又是警报 要说天文会这群人 就整天都大惊小怪 边境动荡预警一次 无尽之海浪头稍微高一点 还要预警一次 什么什么人进了陷阱 还要预警一次 整天就发短消息 不干事了 不怕扰民 怀尸一脸淡定地掏出手机来 正要看那群沙雕 又发了什么鬼东西 紧接着 就差点从自行车上飞出去 宁伟号为4444的银行卡 与本日消费17万元 宁伟号为4444的银行卡 与本日消费67万元 宁伟号为4444的银行卡 与本日 什么鬼 一连串的消费信息 好像刷屏一样的 从手机上跳了出来 就在怀尸看到的时候 竟然还在跳 吓得他几乎栽进了沟里去 我的钱 怀尸的脸都下绿了 火烧屁股一样 奋力蹬起自行车 链条和齿轮摩擦 几乎蹦出火星来 整个人瞬间超速 一辆老式自行车 嘎嘣嘎嘣地尖叫着 瞬间飙过去 一辆越野车 紧接着又飙过去一辆跑车 连车尾气都没有甩 好像见了鬼一样 消失在了司机错愕视线的镜头 等怀尸挥着汗水冲上山的时候 已经晚了 木已成舟 一辆辆印着昨日快递logo的巨大卡车 停在了石髓管的门外面 而怀尸前些日子 砍了那么多通缉犯换来的悬赏金 已经插上了乌鸦的小翅膀 扑林扑林地飞向了远方 您好 来自赫尔莫斯工坊的三项反应斧 请您签收一下 您好 这里是一台重型无水化河翠曲台 水链型精准原质平衡仪 这里是超精微级光学雕机的主机 和17箱配件 我是边境电网集团的陷阱工程师 感谢您订购的十年供电服务 稍后 我们施工队将为您接入边境电力的特殊设备 一个又一个的送货员将它围在中间 说出了那些会将钞票带走的话语 然后微笑着 将签字板送到了怀尸面前 等待他的签名 并且直白地表露出潜移入账 绝不退货的气势 等怀尸欲哭无泪地 将所有的账单签完之后 整个人已经变成了灰白色 快要无法呼吸 只有不知何时 落在他肩头的乌鸦 抬起翅膀 拍了拍他的脑袋 用谁都听不见的声音安慰他 别难过了 偶尔也要往好处想想啊 他柔声说 换个角度来说 你的钱并没有离你而去 而是变成了我更喜欢的样子 陪伴在你的身旁 这么一想 是不是就开心起来了呀 怀尸感受到了绝望 第312章 我有个计划 一个月前 怀尸从紫荫山砍到除州 一路上有名有姓的 有悬赏在身上的 一共17个人头 要说其他时候 发悬赏金的人可能还会赖账 但天文会的代表上门之后 无意不是乖乖地凑足了悬赏金 送温神一样地将人送走了 而天文会在和射宝局 经过了几轮商议之后 从其中扣除了用以维修战斗中 破损公共设施的款项之后 达到怀尸账上的 一共2亿美金出头 2个亿啊 那可是2个亿美金 兑换成东夏园 就是4个小意思 要是拿买月卡 能够买到世界毁灭 把自己买成巨额的股东 如果直接抽卡 平均他一个十连点一次 能够点破1万台手机 救活一家 除了说相声之外 只会骗粉丝前的手机厂 倘若他能把点屏幕的功夫 用在练功上 能够练成优美到 让罗老都为之流泪的 二指真空吧 然后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怀尸当牛坐马这么久 难得享受一次组织的温暖 结果心还没暖热乎呢 就被醒来的乌鸦 给一瓢冷水泼得凉透了 而从他将绝望中拯救出来的 是甩在他面前 厚厚一大本 还热乎着的打印稿 这什么 怀尸抬起眼睛 仔细看了半天 才从字里行间 看出了一行大字来 灵官修复小百科 对啊 我刚写的 还热乎着呢 乌鸦得意地 喝着房书端上来的柠檬茶 泽泽感叹 知道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吧 得亏遇到姐姐这种炼金圣手 点石成金都不在花下 更不用提修复一个小小的灵官了 怎么样 金不惊喜 意不意外 惊倒是惊到了 喜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还没看到呢 怀尸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看向窗外的方向 房书正在那里给花浇水 顿时压低了声音凑过去 灵官修复了 可房书怎么办 石髓管本身是灵官没有错 但完全就是一个失败品 失去了让人能够觉醒的力量之后 反而取而代之地 育育出了半个 拥有自我意志的灵魂 倘若灵官修复了 那房书呢 房书去哪儿 乌鸦停顿了一下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就要看你了 怎么选了 言外之意自不必多说 选一个完好的灵官呢 还是选房书呢 这还用说 怀尸一拍桌子 五指抬起在胸前去呈找情虚拥 震声回答 我当然是全都要 你这么无耻的样子 究竟是哪学的 这还不都是你教的吗 怀尸坐回了椅子上 翘起腿来 这会儿反而不紧不慢了起来 你肯定早有准备了 说吧 是怎么个安排 安排其实很简单 我有一个办法 不但能够修复石髓管的灵官 而且还能让房书 借着这个灵官 真正拥有完整的灵魂 不用永远被困在 这一座房子之内 但就看你愿不愿意出力了 钱不是问题 怀尸挥手 干脆地说完之后 撇了拇指 看似无辜的乌鸦一眼 况且 我现在也没钱了 放心 不要你的钱 那你把两亿还我 你这小子不要老打岔 乌鸦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瞪了他两眼之后 继续端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 装作无事发生 刚刚说到哪了 还钱 乌鸦用一种全家 都对你很失望的眼神 看了他半天 直到怀尸一开视线之后 才慢悠悠地说道 出力 嗯 对 出力 你继续 继续 怀尸端起茶杯 装作无事发生地喝着茶 就看这只良心都黑透了的鸟 灵官的修复 其实现在就可以着手了 但和你没什么关系 材料和工具都到了 我自己就能完成 可一旦灵官开始修复 那这个过程就不可逆了 必须在半年之内完成 否则灵官保不住不说 房叔都会受到重创 乌鸦说 而房叔能够从灵官中 独立而出的契机 就在你的身上了 我 怀尸指了指自己 感觉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放心了 这次真不是坑你 乌鸦看着怀尸一脸 那前几次就是罗的表情 无奈叹息一声 感觉到了信用破产之后 所带来的阵痛 你说现在的傻孩子 怎么学金的速度这么快 本来还说能多骗两年呢 这便宜才占了几个月啊 说吧 要我做什么 进阶 乌鸦说 不是那种低配平民版的进阶 而是作为谱系之主 而从一开始就量身定制的进阶 你懂吗 按照我给你的单子 一样不少 一样不多的精准完成的进阶 你必须在半年之内搞定 在半年之后 等灵关修复完时 你将在灵关之中进阶 届时 少司命的神性降临时 才能够借由进阶时的原质涌动 利用少司命的奇迹 达到你 房叔和石髓管 三者同时成就的可能 到时候 你将成为少司命 房叔将得到灵魂 而石髓管 将能够顺利地借着这次机会 成为被赋予边境性质的灵地 边境性质的灵地是什么意思 怀尸目瞪口呆 你要拆我家房 眼看怀尸都撸起了袖子 要拼命了 乌鸦也不卖官司了 敢忙直白地说道 就是给石髓管下面装俩轮子 以后你在什么边境买一块地方 咱们直接就能把你家直接搬过去 这不是方便跑路不是 怀尸瞪大眼睛 我什么上天害理的事情都没干 怎么就要跑路了 乌鸦干脆翻了个白眼 那你就说要不要吧 要 为什么不要 怀尸点头的速度 快到好像刚才怒吃乌鸦的人不是自己 等了老半天之后 终于反应过来 等一下 你的意思 是我必须在半年内进阶吗 这也太快了吧 新秀赛打包提供的基础材料 已经准备齐了没错 可怀尸这边 进度还差得厉害呢 今天他才从副处长那里 领到自己申请了很久才办下来的出入凭证 得到进入东夏浦系的边境种植园 带鱼山的许可 除了东夏浦系最大的药物种植园之外 那里还有三个深渊植物研究所 和两个孤本保育培养中心 据说守卫森严 不要先正审考核 但怀尸只是等了一个月 竟然就顺利地把凭证办下来了 按照大表哥的话来说 反正带鱼山的地气充盈得要命 你进去之后尽管摸 随便地摸 大胆地摸 山鬼圣狠追求的是生机的有无 而不是数量 他摸的那点 还够不上掐一片叶子的损失呢 只要不是不小心把什么孤本给连根拔了 他都能给怀尸斗得住 就当是怀尸送了他这么多三等功的感谢了 只不过入口的地方比较偏 并没有连接外部通路和特殊的仪式传送 只能提前预约时间等人上门来接 等去过一次之后 怀尸估计自己的积累十有八九 就应该能够到第三次原汁之变的边了 可就算这样 剩下的材料也还缺着呢呀 神圣恩光到手了 可血仇结晶 聂物灰烬那些东西 哪个不是贵的要命和难找的要死 更不用四大因素中 如今还欠缺着一半 灵魂的链接和虚无的真谛 他已经体会到了 但昨日的幻影和生命的诞生还没影子呢 谁说没影子了 乌鸦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 机会都送上门来了 你都不知道把握 你究竟是不是过去那个精明机灵的小佩奇了 怀尸的表情顿时抽搐起来 别提那个外号 我们还是好朋友 伴随着怀尸曾经的一度爆火 这个外号 也被暗网上那群吃瓜不嫌弃事大的王八蛋给挖出来了 而且越演越烈 甚至还有板权商上门来收授权费 授权费 开玩笑 从来都有我乐园找别人收授权金 哪里有别人赶上门找乐园要版权费了 怀尸自然是装死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结果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等怀海陆小佩奇这个外号热度消退了之后 一个新的外号又流传在了暗网之上 精灵断头王 神他妈精灵断头王 就因为怀尸那会儿图省事 抡起斧头来收人头收得太痛快 导致一句全尸几乎都没有留下 多少赫赫有名的好手惨遭消售 断头 有的整个脑袋都被怀尸给劈了 害得他连悬赏都领不了 不知道损失了多少小钱钱 唯一唠叨的一点好处是 自从大家听说 精灵断头王来新海做监察官之后 一时间 整个新海的边境市场 竟然海燕和清 往日屡禁不止的走私 竟然也都消失不见 但要仔细想想的话 没有人违反犯罪的话 自己岂不是连罚金都受不了了 想到自己当了监察官之后 都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开张 别说那种看不起他年轻 故意找事来送人头的了 连罚金单子都没开出去一张 弄得怀尸的心情 顿时越发的不快 话说 你最近闲鱼的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乌鸦歪着头 端向了他半天 自从回来之后 你就没有再去过学校 每天待在家里打游戏 年纪轻轻的 你说不工作就算了 竟然连女朋友都没找一个 虽然很想说 女朋友哪里有游戏好玩 但怀尸总觉得 这话自己没法接 只能转移话题问道 你刚才不是说机会来了吗 在哪儿呢 也不给我看看 乌鸦叹息了一声 抬起翅膀 卷着他的手机 给他看屏幕上面 天文会的弹窗警报 我可求求你 至少看看新闻吧 第313章 魔女之夜 随着乌鸦抬起手机 怀尸连忙凑过去仔细端详 玄机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每周金牛难产 现全境 紧急募集辅助人员 他愣了半天 完全没反应过来 这是要我去接生吗 乌鸦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了他好久 忍不住无脸叹息 我是让你下面那一条 怀尸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视线向下 然后眉头便皱起了 魔 女之夜即将到来 这什么鬼 一位创造主持来的葬礼 乌鸦淡然地说 在41年前 一位创造主死在深渊开拓中 他一生所创造的条律与定理 从灵魂中解脱之后 开始了缓慢上浮 在经过了40年之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陷阱 如今天文会紧急调整了 所有边境的位置 迎接他最后的泡影回归 再过几天 整个陷阱的封锁外 都会卷起一场大风暴 天文台上等待了许久的学者们 会将他所定立的规则进行零选 然后接入查拉图斯特拉之中 和整个陷阱融为一体 最终会入白银之海 这是每一个创造主最终的宿命 他们一生的才华和成果 都将奠定陷阱的基石 令人知世界越发完善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泡影之梦将随机在全世界浮现 形成了被称为魔女之夜的现象 那将是创造主一生执念 所形成的虚幻梦境 只存在于一夜的地狱 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最后狂欢 届时 创造主生前所追求了一生的目标 将在这一场短暂的幻梦中 得以实现 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学者和升华者 在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希望能够在这一场幻梦中 有所斩获 提前说好 目前这一位创造主 所掌握的定律与成果 目前还在天文会的保密之中 相关的情况一律不明 进入之后的危险性极高 而且一旦失败的话 灵魂恐怕都会受创 但倘若能够成功地 从魔女之夜中顺利探索完成 那么就能够以受高者的身份 得到创造主最后的祝福 对你而言 想要加快进阶速度的话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乌鸦第一次对搞砸之后的后果 说得如此严重 怀石顿时也有些压力 在这之前 鸭姐姐难道不都是一副放心上 大胆冲 我照着你的样子吗 怀石吞了口吐沫 想了想 问道 这个 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吗 有啊 乌鸦想了想 说道 12年前的魔女之夜 是一位金属学 创造主陨落之后的现象 当时探索中 得到祝福的受高者 获得了一支能够下金蛋的铁母鸡 平均每天一个 能付出黄金小鸡来 纯净的 24K 怀石的眼睛亮了起来 27年前的魔女之夜 是一位专精热力学的创造主所引发 受高者得到了一条 永远不需要插电的电热毯 看到怀石撇嘴 乌鸦补充了一句 后来在魔金银行的拍卖会上 拍出了19.3亿美金的高价 现在是天文会展览馆中的珍藏 怀石的眼睛又亮了 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还有30年前 是经典力学和地质学双料创造主 所赠予受高者的祝福 一个全新的半边境 可以在现境随时打开的巨大地下基地 哦哦 怀石兴奋了起来 41年前那次 一位机械动力学的创造主 留下的祝福 是一台超大型作战机器人 充电8小时 战斗10分钟 破坏力惊人 好厉害啊 怀石的眼睛里 已经充满了星星 还可以变形 乌鸦补充了一句 有合体功能哦 怀石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是什么神仙创造主 他都想要去天文会找两张 那位大佬的遗像挂起来 每天上几炷箱了 他已经被乌鸦所描绘的前景 迷住了眼睛 开始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小伙子 还是太嫩了 乌鸦嘖嘖感叹着 默默地 看向其他地方 将最后一句 藏进了肚子里 嗯 除了上面提到的受高者之外 其他参与的人 大部分都已经死了 所以 骗老实人这种事情 做多了 真得是会过意不去的 但这种好想要再来几次的感觉 又是怎么回事呢 欲罢不能 实际上 除了超巨大机器之外 最令怀石震撼的 反而是他以往 从未曾注意过的事情 创造主 也是会死的吗 他轻生感慨 身份高贵如创造主 能够根据所掌握的定律 随意改变陷境 边境 乃至地狱的创造者 只要有足够的原质 就能够宛如神明一样 随意修订一切的存在 到最后 也不得不面临死亡的到来 是啊 是会死的 大家都会 乌鸦轻声叹息 包括曾经的神明大灵们在内 在死亡的面前 人人平等 哪怕不是人的也一样 他停顿了一下 忽然说 我也快了 怀石愣了半天 猛然抬起头 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没听清楚吗 我要死了 乌鸦轻描淡写地说道 最近这样的预兆 越来越清晰了 在昨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具体的时候了 端向着怀石紧张的样子 他怅然地叹息了一声 嗯 大概在二百年之后吧 死亡真是可怕啊 怀石 你一定要好好关心一下 我知道吗 在我死之前 可不可以把你的钱 拿出来贡献一下 怀石的表情抽搐着 努力地控制着自己 抄起他丢出去的冲动 收回视线 当我没问 果然 对这种女人 抱有什么期望的自己 一定哪里有问题 他再度肯定了这一点 不想再聊这个话题 只是问 接下来呢 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进入那个魔女之夜 很麻烦吧 嗯 确实挺麻烦的 乌鸦点头 一步一步指点她 首先 打开你的手机 在志愿者的列表里进行注册 并在自愿对魔女之夜 进行探索伤亡自负的 这一栏里点对勾 在这里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最后手持证件拍一张自拍 表示自己是自愿无人胁迫 嗯 这就完了 好像半卡一样的一套流程 走完之后 乌鸦拍了拍小翅膀 点头说道 接下来 就是等上层的批肤和准许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 你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吧 怀石点头 起身走向了客厅 又被乌鸦喊住了 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瞪了她半天 我的意思 不是继续泡在家里打游戏 那我干什么啊 怀石茫然 我刚买的游戏还没拆呢 乌鸦摇头 你有多久没出过门了 怎么没有出门了 怀石反问 我不惊天怀 乌鸦静静地看着她 等她说完之后 叹息一声 说道 你应该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怀石 难道去个社保局领个证件 回来之后 蹲在家里打游戏 就叫做出门了吗 你就不能出去玩玩吗 我家里有游戏 有快乐水 还有空调 我干嘛要出去啊 怀石一脸不情愿 不要变成死宅 行吗 乌鸦端向着面前 完全已经闲鱼化的少年 开始头疼了 就算是你不去学校 家里好吧 成年人要学会自己 管好自己了 怀石 就算没有小姐姐 陪你一起玩 也不要像是 没有朋友的 可怜小孩一样好吗 怀石原地转了一圈 最后 歪着头 将自己脑袋上的 黑人问号 几乎快要倒过来 朝向了她 完全不懂她 究竟在说三小 总之 出去走走吧 乌鸦失去了耐心 挥着翅膀 将她从石水管里 赶了出去 哪怕找不到什么乐子 也好过在家里发霉 晚饭之前就别回来了 砰 铁门在怀石身后关闭 怀石回头 看着庭院里 乐呵呵地向自己 挥手道别的房书 无奈叹息 不情愿地拉了一个长调 行吧 可接下来去哪呢 她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去 自从大提琴 被地狱乐邪的 琴将带走修理之后 她连琴都没得练了 只能每天待在家里发霉 实际上 原本她是想要去学校 混混日子 然后看看自己的 傻掉同学们的 结果 天文会好死不死地 选择了 在怀石上课的时候 进行了转账 超过30多笔 平均每笔转账额度 800万美金转账信息 叮当作响的同时 手机在老师同学们 错愕的视线中 剧烈震动的同时 以悠扬的声音播放道 您的账户到账 共计2亿美元 赶快向她烧个话吧 烧话 烧什么话 怀石烧了她全家的心思都有了 万幸的是 除了负一之外 谁都没有将这回事当真 只是当做怀石的恶作剧 然后导致怀石在老师那里的 好感度直线下降 不行 这孩子飘了 得好好教育一下 留了一大堆作业给她 她实在都不住了 结果 负一也不声不响地去旅游了 怀石在学校里 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了 简直是心海孤独传说 提起这一个月以来 发生的各种悲伤故事 怀石都忍不住往自己腿上 写108个惨字 怎么自己当乐园王子好好的 骑着白马唱着歌 忽然之间就变成一条老咸鱼了呢 第314章 惊喜 人一旦咸鱼起来之后 就会感觉时间分外难熬 怀石一路懒洋洋地走下山 也不想打车 晃荡着像是野狗一样溜达着 一直走进市里 看着人来人往的景象 总觉得格格不入 她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 PTSD了 就是那种上了战场会到家 晚上不抱着枪 就睡不着的病 如果每天她不打够8小时游戏 摸足了8小时的鱼 就会觉得分外不适应 提不起干劲 好几天了 胡子也没刮 头发蓬乱 还穿着一双拖鞋 怎么看 怎么不像是正经人 感受到四周人 年纪轻轻就辍学的怜悯眼神 怀石挠了挠头 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一路瞎胡逛 路过店完成的时候 买了一杯奶茶 坐在椅子上 看着别人跳了半个小时的舞 抽了两个扭蛋 掏出手机来打开终点APP 翻了翻 怪物被杀就会死的更新 看了看人家的金手指 有逼格 有牌面 还有送宝贝 再看了看自己家这个 每天都惦记着 怎么花自己钱的臭女人 把这几天攒下来的石头抽完之后 又拿着手机 开始刷微博和朋友圈 等他在王霸洗发业的官微下面 圈了两条老柳之后 快乐的微博也刷完了 无事可做 无聊 怀石长叹一声 依靠在椅子上 环顾着四周 期待着能够有什么雇佣兵 歹徒 大坏蛋之类的家伙 忽然跳出来 想要抢劫商场 或者搞恐怖袭击 自己就可以冲上去 把这些不长眼的东西 乱刀砍死 结果等了半天 一个野怪都没刷出来 还差点把那个套在不偶套里 蹦蹦跳跳过来 发传单的工作人员给吓跑 人生真是太难了 没有工作 没有朋友 还没有钱 只有时间这么难熬 怎么排钱 都走不快 直到他一路苦熬 把整个万利商场 上上下下逛了好几遍 又跑到自己 曾经干过一票的拍卖行里 逛了一圈 在负责人惊恐又谨慎的视线里 没有找到什么开罚单的机会 只能不快地 嘖嘖感叹了一声 转身走了 背后传来一大片 华师的头王忽然上门搞检查 谁不怕呀 好不容易终于撑到了饭点 可以回家吃饭了 可怀师看到自己手机上 那么一长串付款短信 就忍不住肝疼 不行 家里今天一定得有些镜像 怀师随便找了一个洗手间 把头发给强行履直了之后 洗了把脸 努力地挤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之后 点了点头 摸了摸口袋 找出了一副塞在口袋里的红袖章 随便地跨在了胳膊上 必须得重操就业了 站在商场的五层 环顾着人来人往的各色饭店 怀师点了点头 静止走向了消防安全门的方向 是该给这群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 好好上一课了 他啪的一脚 踢开了消防安全门 鲜声夺人 冲进门后面的楼道里 果然看到了一地烟头 和好几个蹲在地上抽烟的人 看到一个别着红袖章进来的人 神情顿时惊慌失措 都别动 检查 怀师大喝一声 撸起锈管 指向墙上 静止抽烟 罚款二百 看到了没有 短暂的寂静中 那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光秃秃的墙上 欲言又止 指言又欲 因为这墙上 什么标语都没有啊啊啊 哦 这层没天 怀师瞥了一眼 反应过来 神情再度严肃来 公共区域 禁止抽烟 怎么一点功德心都没有啊 都别跑啊 监控都看着呢 小心广播通报 跟着小孩似的 多丢人哪 是吧 来 站好了 一个人二百 别抽了 还抽呢 对你肺不好 接了吧 怀师顺手 把一个猛逼大哥嘴上的烟斋了 随便丢到了楼梯缝下面去 隔着老远 听见一声暴怒的卧槽声 不知道砸中了哪个倒霉鬼 不知道靠着洪秀章 先生夺人的气势 还是怀师的动作太过熟练 等他钱收了四五个了 还有人没反应过来 直到他听见 背后扑斥一声轻笑 你怎么又这么无聊了 怀师一愣 错愕回头 然后看到了久违的副衣 消失了大半个月之后 他终于回来了 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好像刚吃完饭 准备来这里蹭个火 你怎么在这儿 刚和我妈从公海上回来 追着洋流跑了半个月 吃鱼都吃吐了 回来赶快吃点肉补补 你没收到我回的消息吗 怀师摇头 没收到就对了 我手机第二天就欠费了 回来都还没来得及交呢 副衣摇了头 随手把还没点的烟丢了 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 请你吃饭去 那感情好啊 有免费的饭吃 谁不开心啊 怀师激动地搓起了小手 赶紧跟上 临走了 还特地回头指了指那几个 还没交罚款的 严肃叮嘱道 我记住你们了呀 我先去办事 等会儿 你们自个儿去前台 把罚款交了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关上消防门 跑了 寂静中 只有几个一脸猛逼的人 和那个一脸愤怒地 从楼下冲上来 大爷错愕地对视着 究竟发生了啥 为什么我钱没了 只能说 复一时再太够哥们了 心海万里最好的 烤肉店包间里 肉在火上烤得正好 连餐具都准备了两套 闲鱼了这么久之后 再碰到复一 怀师感动的眼泪 都快落下来了 果然 还是你最够兄弟 他抄起筷子 加了两块肉 沾了点酱料之后 塞进嘴里 感觉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 只觉得热泪盈眶 老乡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啊 我日子过得好苦啊 不知道为什么 复一坐在对面 看他的眼神却有点怪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 怀师疑惑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不 我只是在考虑 怎么告诉你 复一犹豫了半天 想了想 抬起手 指了指他面前的碗筷盘子 你用的是 我妈的餐具 怀师僵硬在原地 寂静中 包间外有脚步声响起 慢慢接近 有个打扮颇为亮眼的 夫人走了进来 低头对电话里说 好了 东西已经收到了 我就不去了 你们另外 安排人吧 我要陪女儿吃饭了 电话挂断之后 他抬起头 看到了坐在自己座位上 拿着自己的筷子 和自己的女儿 坐在一块吃烤肉的男人 愣在了原地 只有复一一脸淡定地 看了看他们两个 互相介绍 妈 这是我的同学怀师 怀师 这是我妈 怀师愣了半天 努力把嘴里的肉吞下了去 看了看筷子 放下不是 拿着也不是 直到被复一 从桌子下面踹了一脚 他才慌忙地起身 狼狈地汗手行里 阿姨好 我是怀师 嗯 乐园王子 精灵断头王 我很早就听说过了 复一的母亲 在经过最初的惊恶之后 已经反应过来了 瞥了眼一脸黑人问号的怀师 叫服务员另外加了一套餐具 坐在了他们对面 颇为淡定 肉已经熟了 快吃吧 焦了就不好吃了 他指了只烤好的肉 率先动起了筷子 怀师 僵硬在原地 感觉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只害怕吃着吃着 阿姨忽然摔杯为号 外面冲进来十几个人 把自己剁了 虽然自己不一定会有什么事 但到时候反抗的话 岂不是太不给面子 就在胡思乱想中 复一瞥了他一眼 摇头 放心吃吧 我妈和我爸不一样 不一样 也不能放心吃啊 怀师冲着复一猛打眼色 眼神问他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妈在 复一甩了一个颜色回来 告诉他 我妈说 想要见见你 这不正好碰到了吗 然后谁都没有明白 谁在说什么 只能在疯狂的打眼色中 艰难度过了 更加难熬的时光 如坐针毡 内心之中充满了悲愤和委屈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害我 说起来 我们应该算是同事 不过 我在存续院海洋委员会 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 不经常和统辖局的人打交道 复一的母亲 抬起眼睛看了怀师一眼 说实话 我觉得太年轻 做监察官不合适 还是读书更好一些 啊 哦 怀师只能点头 阿姨说啥就是啥 她哪敢枪声啊 梅里 罗马及华人 复一的母亲 副处长的前妻 同时也是一位国际上 卓有声誉的学者 专攻洋流变化和调整 比副处长强到 不知道哪里去 有这么一个前妻 她压力也挺大的吧 嗯 难怪最近越来越上火了 估计光是抚养权就不好争 看得出来 这位李女士 相当有学者的风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 很容易得罪人 或许她知道 但她不在乎 外加长辈光环在这里 怀师只能冲傻作棱 疯狂点头 僵硬微笑 好像一只不知道 哪来的呆头鹅 似乎对副处长 对副一的规划相当不满意 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在这种普通的学校里 荒废时光 有那罗马时间 还不如来做自己的助手 对未来更有帮助一些 反正副一对哪边都无所谓 这一次跟着自己亲妈 跑到海上追了半个月的洋流 帮忙采样 观测和收集 记录数据 看上去被海上的紫外线 晒黑了不少 然后瞪着怀师久 不见阳光过分苍白的皮肤时 眼神就极度的厉害 如果怀师是女的 她一定会觉得这个小壁池 趁着自己不在的时候 背着自己去做了保养 第315章 安慰 怀师自己被李教授 时不时投来的审视视线 看得毛骨悚然 自然没有注意到 自己好兄弟 向自己投来的古怪眼神 实际上 这一顿饭 她吃得简直食不知味 内心里七上八上 没有一个下 根本不知道这位阿姨肚子里 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放心 我和老夫那个老骨板不一样 不会觉得小孩子在一起 打得闹闹完在一块 牵个小手 就等于要睡觉 一顿饭吃完 李教授优雅地擦了擦嘴 干脆利落地说道 况且 你们也不小了 真要牵个小手到睡觉 谁也拦不住 每周年轻人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都已经乱开趴了 做家长的 又有什么办法 能做好保护措施 就谢天谢地了 怀师将印在原地 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抬起手 想要说 我没有我不是 天可怜见 她对自己的好兄弟 从来都没有过什么非分之想 大家充其量 只是并有俱乐部的会员 偶尔摸鱼的时候 互相蹭个火 做一座对方的负能量垃圾桶 能够找到个人来倾听 就已经很奢侈了 哪里还敢缠她的身子 想都不敢想 简直太下见了 她吭斥了半天 只能感慨 不愧是罗马级 李教授的思想 真是开放的有些过头 副一是我的女儿 她从小就是有主意的人 比我年轻的时候 有主意多了 我用不着操心 李教授慧眼如炬 一眼就洞破了 怀尸心里那点小酒酒 况且 你不是已经有 好几位非分女友了吗 我没有我不是 怀尸已经没力气 去辩解了 为什么自己 还什么都没有做 就已经生命狼藉了 难道外面说 自己是中央空调 和渣男的谣传 这么有市场的吗 一口老血硬生生咽下去 她是怕了副一她妈了 比老副的段位 高出了十几个等级都不止 好了 玩笑就开到这里吧 李教授摆了摆手 说的他 刚刚好像真得在开玩笑一样 看了看旁边依旧淡定的女儿 他汗手赞扬 这个朋友交得不错 嗯 就是脸皮有点薄 别听老副没事瞎扯 副一耸了耸肩 他前几天还告诉我 男人和女人之间 没有纯洁的友谊来着 呵呵 李教授扶了扶一眼睛 失笑一声 说的好像男人和男人之间 就有的一样 老学者标起传来 真是太可怕了 怀尸暗搓搓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强行压下一口老血 缩着脖子 跟个小安唇似的 哪里敢跳出来不自量力 和这种原神巨拨斗法 恐怖如斯 不像是老妇那种 女儿被迫害望响证 他好像根本不在乎 怀尸跟副一之间有什么 不知道究竟是真得观念开放 还是说对女儿有信心 或者说 只见过一面了之后 就算准了怀尸 就算有贼心 也没那贼胆 吃完饭之后 他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就匆匆走了 只留下汗出如浆的怀尸 摊在椅子上 感觉心力衰竭 动都不想动了 今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看向副一 老人家唱的是哪出 他原来不是找人调查过你吗 这一次 你好像参加一个什么新秀赛 很出名的样子 他就说 想见一见你 副一拍了拍他的肩膀 其实拉你过来 一是碰巧 二是 找你来挡雷了 总之 辛苦你了 嗯 一听到这种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传统戏码 怀尸眼睛就亮了 难道你娘打算 给你介绍什么高门子弟 需要我提供抢亲服务吗 我打车轴贼溜 想什么呢 副一奇怪地看了他半天 他只是打算带我去罗马 我不太想去而已 他一直不想让我留在东下 打算让我跟他一起做学者工作 就算当不了学者 也能给我在天文会 介绍一个清闲一些的工作 说真的 这个想法挺靠谱的 怀尸汉手表示赞同 一个正式的学者 比一个升华者难培养多了 后者要看运气 而且大部分 都是大托拉斯企业的工具人和脚男 而前者 就看天赋了 没有天赋 空耗一辈子 恐怕都没什么结果 有天赋 两三年就能顶别人一辈子的辛苦 知识 就是力量 学霸的领域 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 作为一个洋流学者 而且还是有资格 参与到每年洋流维护和调整会议中的学者 地位自然不低 想要给自己女儿 安排一个清闲一点的岗位 简直不要太轻松 就算是天文会 也是有大量工作 是需要常人做的 不 应该说 在普通人在天文会里占据的 比重要比升华者多得多 光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外围雇员 就超过百万 而正式注册的职员 有足足十几万人 其中不乏 由普通人身处高位 升华和不升华都不是问题 反正不论是统辖局 还是存续院 技术部之类的地方 对高层 都有量身打造的升华方案 想怎么升就怎么升 想什么时候升就什么时候升 只会打打杀杀的升华者 充其量也就做个五官 到头也就是个双花红棍 一个合格的组织 永远都是脑子指挥双手 什么时候轮得到 打手当家做主了 如爱情那种内情工作 才是真正的中间 如果复一能够在天文会 内部找到工作的话 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反过来 副处长就肯定不愿意 让女儿一个人飘扬过海 摊上这样的父母 你也不容易啊 他怜悯地摇头 是啊 复一轻声笑了笑 从我小的时候开始 我妈就一直在忙工作 很长时间都不见人 可能是觉得亏欠我了 每次都会给我很多钱 好像给钱我就会幸福一样 我爸也是 脾气又暴躁 总是会喝闷酒生气 生气过了之后 又觉得对不起我 自顾自地买一大堆东西 来给我赔礼道歉 我懂的 短暂的沉默里 怀世轻声安慰 不要难过 其实这样还挺爽的 沉浸在回忆里的 父依轻声感慨 从小我就是班里 最有钱的富婆 一线品牌的衣服和玩具 都能够最先玩到 其他人羡慕得不得了 嗯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不 什么都没说 怀世往旁边坐了一点 冷漠地拉开了距离 你已经不是我的好兄弟了 今天你买单 他冷酷地说道 富一瞥了他一眼 对他时不时的抽风 已经见怪不怪 出了商场之后 富一将自己和母亲巨大的行囊 甩给了怀世扛着 走在前面 惬意地舒展了个懒腰 提议道 海上遭了半个月的罪 好不容易回来 要去通个宵吗 我晚上还要出门 怀世尴尬地挠了挠鼻子 改天成吗 也行 话说回来 你妈刚刚走得那么急匆匆的 去哪了 应该是我爸找他吧 富一摇头 肯定两个人又会吵架 我懒得掺和了 随他们去吧 不至于吧 怀世摇头 都离婚了 何必呢 嗯 我没跟你说吗 走在前面的少女回头 看了怀世一眼 平静地告诉她 我妈准备再婚了 怀世的脚步一顿 愣在了原地 已经怀孕了 是个男孩 富一笑了笑 她还没告诉我 怀世沉默了好久 轻声说 抱歉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抱歉啊 富一回头 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你最近真的越来越像那种 动不动就道歉的渣男了呀 怀世没有再说话 沉默地跟着她 将她送到了酒店的门口 将巨大的行囊放下 到这边 你能拖回去了吧 啊 好歹有心结 我叫服务员就行了 富一挥手道别 麻烦你今天拎包了 这都好说 怀世叹息了一声 欲言又止 也没什么好说的 反而富一比她 看得更开一点 似乎对如今的状况 早已经有所预料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而且还不是你娘 你难过个什么劲 她被怀世的样子逗笑了 你刚刚的表情严肃的 好像要去上坟一样 我只是 不知道说什么好 怀世耸肩 你懂得 我也没有相关的经验 嗨嗨 往好处想 他们都还活着呢 对不对 富一愣了两久 古怪地看着她 许久 肩膀抖动着 忍不住扑斥一声 大笑起来 你真是太会安慰人了 怀世 哈哈哈哈 哈哈 怀世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 她忽然往前走了一步 伸手 轻轻地拥抱了一下自己 温暖地感觉稍纵即逝 她像是触电一样地松开了手 后退一步 依旧微笑着 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怀世傻愣愣地 站在了原地 没反应过来 谢了 兄弟 她挥手道别 转身拖起了巨大悲囊的袋子 走进酒店 消失在了旋转门后的灯光里 最后电梯关闭的时候 她好像回头看了怀世一眼 紧接着 电梯就合拢了 怀世在原地站了好久 直到口袋里的电话震动起来 石髓管的固定电话 我这就回来 她回头 看了看身后灯火通明的酒店 转身离去了 在她背后 有一道窗帘缓缓拉上了 慢慢长夜到来 第316章 咋回事啊 哇 少年 你的神情严肃的 好像奔丧回来一样 乌鸦错愕地端向着怀世的面孔 难道一下午的功夫 你就表白被拒了 如果是表白被拒绝就好了 怀世揉着脸 推开门顺着楼梯 走进封闭的地下室里 什么时候走 凌晨12点开始 你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洗个走 捡个指甲 再刷个牙之后 回到这张床上躺好 乌鸦落在桌子上 踩着一封信函 门票的话 6点的时候就已经送到了 信封里是一张样式雅致的卡片 上面写着怀世的名字 好像是什么宴会所准备的邀请函 就这 怀世好奇地端向 啊 不出我所料 最一般的大路货 统侠局那群人真口啊 乌鸦嫌弃地哼了一声 除了进出魔女之夜以外 什么功能都没有 生死有命 顶多能保证你不挂掉 恐怕重要的名额 都留给内部的研究者了吧 还有比这更好的 当然 普通账号和课金账号能一样吗 乌鸦哼哼了几声 抬起翅膀 将邀请函从怀世手里抽出来 反正时间还有点 我看看有什么bug和漏洞可以钻 谁说凌冲不能做海报了 喂 你不要乱搞 怀世吓得冷汗都下来了 万一我被什么杀毒程序端了怎么办 放心 放心 作弊这种事情 我是专业的 当年我搞事的时候 技术部那帮家伙 连我的尾气都吃不到 哎呀 真怀念啊 乌鸦发出了令怀世不寒而栗的咯咯笑声 抓起邀请函 就飞进了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了 还把门都锁了起来 不让怀世干扰 玩犊子了 这次又要被他坑死了 怀世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发现自己跳坑 竟然已经跳成习惯了 想了半天 摇头叹了口气 去洗澡了 希望这一次的魔女之夜 不会太麻烦吧 嗯 最好平平安安夺取胜利什么的 可千万别出什么 幺蛾子了 他发自内心的如此祈祷 等到快要接近十二点的时候 怀世躺在床上 手里抓着那一张 已经面目全非的邀请函 在纸面上 被贴了一层极薄的电路晶片 好像是哪里拔下来的内存卡一样 感觉和自己的原质隐隐隐呼应 宛如一体 你没乱搞吧 怀世还是有点不放心 安心吧 乌鸦得意地说道 要开挂 就绝对不能开太大 至少不能让人看得出来 作弊谁不会啊 但作弊做得有技巧 让人无话可说 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搞了啥 怀世越发地不安了起来 啊 给你开了一个后门 等你进入魔女之梦的时候 你的权限会因为意外的原因 出现一些额外的加权 保管谁都看不出来 查多少遍 都只会发现是小意外 不过 魔女之夜内部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不敢乱给你开无限险 无限蓝 自动锁头一击秒杀之类的功能 只能保证 你比别人能稍微更占一点优势 你理解为 多几个属性点就好了 乌鸦停顿了一下 露出愉快的微笑 顺带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打个求救电话 申请场外援助 不会有问题吗 怀世目瞪口呆 当然会有啊 乌鸦瞥了他一眼 但都快死了 有什么招数自然能用就要用 不然呢 手屋外挂白死了 不觉得很智障吗 你说的好有道理 怀世换了一个舒服点的姿势躺好 依旧不放心 但总觉得 你想要坑我 你要往好处想啊 乌鸦说 这一次 说不定能见到 那个叫莉莉的小姑娘呢 是不是很惊喜 很意外 真的假的 怀世喜出望外 哈哈 当然是假的 你以为呢 乌鸦冷笑了两声 残忍地掐灭了怀世心里那点小期待 创造主的魔女之梦 所能带来的东西 不过是最后一点遗产的馈赠 对于童街的创造主而言 根本没有用 否则的话 早就被天文会内部瓜分了 怎么轮得到你们这些脚男啊 那你提这个干嘛 怀世瞪了他一眼 这不是让你放松一点吗 乌鸦抬起翅膀 指了指怀世手中 你该上路了 啥 怀世慌乱地低头 看向手中 还没看到怎么回事 他眼前一黑 陷入突如其来的昏尘之中 就好像 忽然坠入了深渊之中 毫无平衣地向下坠落 坠落 在坠落 抛弃了躯窍之后 只剩下意识和魂灵 坠入了一片缓缓升起的气泡之中 投入了那一片稍纵即逝的泡营里 无数人的轻声呢喃 从耳边浮现 涌陷入了魂魄之中 纵然是升华者 也无法承受的浩荡性吸流 将一切意识都淹没了 他陷入了漫长的昏睡中 比这更早的三分钟之前 湿漉漉的少女从浴室里走出来 一手提着浴巾 手忙脚乱地摸索着 吹风机 吹风机呢 我把吹风机放哪儿了 虽然酒店有提供吹风机 但总感觉质量不太好 吹了会掉头发的样子 最好还是用自带的吧 但好像被他不知道塞进哪边了 不论怎么找都找不到 最后只能打开行囊 一件一件地往外翻 然后 便看到了一张 被随意塞进在里面的邀请函 什么东西 副一茫然地拿起 邀请函晃晃晃 现在就开始准备婚礼的请帖了吗 电话的声音急促地响起 他才看到手机上好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来自自己的母亲 现在开始打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了 喂 妈 我在酒店啊 他歪着头夹住电话 环顾着房间 你知道我吹风机放哪儿了吗 擎铁 你是说 你塞在包里的那个吗 哦 对 我刚拿出来 你要用吗 那一瞬间 他听见电话里传来严肃的命令声 那不是你的东西 立刻把它放下 立刻 马上 第一次从母亲的那里 听到如此严肃 不 应该说如此慌乱的语气 负一下意识地低下头 看向手里的邀请函 在最后的一瞬间 他脑中泛起的念头竟然是 这个东西 竟然会发光 好力 怀尸从噩梦中睁开了眼睛 猛然 从地上跳起来 惊恐地向着四周环顾 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在梦里 他从一片荒芜的沙漠中 艰难跋涉 忍着饥渴和痛苦 还有烈日的暴晒 艰难求生 道别了一个又一个的绿洲 只为了躲避 背后如影随形的灭亡 有绝大的恐惧 从他的心头泛起 就好像死里逃生 可无数同伴都已经死了 只有自己侥幸地 逃到了这一片 还未曾被灾难所侵袭的 大地之上 迎来了新的生活 如同大病出狱 他艰难地支撑着身体 打量着四周的情况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山洞 仅容他唇身 甚至四肢都难以舒展 倒不如 说是一条石缝 这也太惨了一点吧 可紧接着 他又感觉到 一件令自己惊骇的事情 他的圣痕 好像完全没有带进来 只有一点点微弱的灵魂能力 还能够依仗着乌鸦 开启的后门得以保留 感觉到虚弱的四肢 和腹中的饥饿 他十分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如今正处在 冰死的边缘 倘若找不到食物 不能补充热量的话 他可能再撑不了几分钟 就要死了 饥饿 虚弱和恐惧 残存在原本这一具身体里的 种种感觉 不断地在他的意识中泛起 催促着他 赶快踏上新的旅程 寻求在大灾难中一线生机 否则只有死亡 怀世专注地回忆了一下 有关大灾难的事情 可是却记不起详细的起始 只能够回忆起 被火焰烧红的天空 军裂的大地 和沉入深海之中的群山 飞鸟在哀鸣 走售在咆哮 铺天盖地的浓烟里 只有死亡 死亡和死亡 必须逃 必须朝着灾难 还没有到来的地方走 只有这样 才会有一线生机 才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发自肺腑的恐惧感激 发出了 雷若驱敲中的 最后一点力气 他嘶哑地尖叫了一声 手足并用地 从地上爬起 爬出了洞穴 然后看到了 眼前一片茫茫白雪 刺骨的寒风 卷着一粒粒雪花呼啸而来 带来进入骨髓的恶寒 在他的背后 便是高耸的雪山 好像巨墙一样 延伸到视线的尽头 将这一片大地包围在其中 眺望远方的时候 便能够看到河流和青山 好像室外桃源 他连滚带爬的向下 浑身被雪水浸透了 瑟瑟发抖 用尽最后的力气 向着这一片新家园狂奔 就在石缝之间 找到了一只来不及逃走的老鼠 怀石已经饿得很了 甚至将生火都抛之脑后 直接扑了上去 张口咬断了老鼠的脑袋 磨牙损血 饥渴得饕天 等温热的血液和肉 填满了他空空荡荡的肺腑石 他才感觉到 自己终于活过来了 有新的活力 从身体内部涌现 给了他继续向前的力量 于是 他向着不远处的山脚 继续跋涉 从亮枪从道稳健 最后竟然脚步飞快地奔跑 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 他大步狂奔 好像有始不完的力气 感受到祖先所传承的力量 沸腾在血液之中 令他对着天空长笑 他忘记了寒冷 忘我狂奔 猛然跃入了一条 带着碎冰的小溪中 畅快地洗了个澡 然后抖了抖身子 甩掉了皮毛和尾巴上 雷坠的水珠 等等 皮毛 尾巴 怀师终于感觉到了 哪里不太对 他低下头 端向着渐渐平静下来的水面 还有倒影中自己的面目 嗯 这严肃紧皱的眉头 这邪魅而深邃的冰蓝双眸 桀骜不絮内涵霸气的眼神 还有经典简约的黑白配色 汪 在水面的倒影中 一只刚刚撒欢的哈士奇 愣在原地 变成了狗了怎么办 在线的 急 第317章 大家都听我说 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研究 推测 思考和分析之后 怀师终于确定了 自己变成了一条狗 嗯 好像还是哈士奇 但究竟是狼还是狗来着 怀师端向着水中的倒影 歪头思索 完全搞不清 自己是个什么品种 然后忽然想起来 嗯 狼的尾巴朝上 狗的尾巴朝下 所以 我应该 他猛然回过头 然后看到了自己的尾巴缓缓抬起 然后又迅速地落下 好像电梯一样 自由起降 还大力晃了两下 抽起了一片水花 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 什么鬼 他凑近点想要看清楚 可那一条恼人的尾巴 却向后退了一点 他又向前一步 尾巴又迅速地向后躲 怀师一愣 旋即冷笑 嘿 小样 我还治不了你了 旋即 他拔足飞奔 狂追着 自己的尾巴 原地转圈 不断溅起一片片水花 直到许久之后 他终于站在冷水里反应过来 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愣在原地 寂静里 远方传来猎狗们 好像嘲笑一般的尖锐叫声 怀师沉默许久 忍不住悲愤地仰天长笑 干他妈的外挂 你又坑我 一只不知道是狼是狗的犬科动物 坐在水里 悲伤地仰天咆哮 恨不得现在就咬死那个臭女人 但许久许久 他终究还是 接受了现实 变成狗也挺不错的 往好处想 至少没变成什么 老鼠对不对 就在自我安慰中 他忽然听见了 不远处 有草木晃动的声音响起 一阵细细索索的声音传来 在草丛和矮棺木中间 尖锐大笑一般的叫声渐渐了 一双双漆黑的眼珠子 从草丛里探出来 细血地盯着 坐在水中的槐狮 猎狗 七八条猎狗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将这里包围了 死死地盯着槐狮 别啊 大哥自己人 槐狮后退了一下 玄机听见了 不远处吃笑一样的狗叫声 幻觉一样 他竟然听懂了 领头那一条猎狗嘲弄的笑声 谁他妈跟你是自己人啊 小鬼 指挥着手下们 缓缓包围的斑点猎狗 站在石块 低头俯瞰着那一只呆滞的哈士奇 既然进了魔女之夜 难道指望别人可怜你吗 他咧嘴 露出了一张遍布缺口的烂牙 催了一口吐沫 他会说话 等等 他好像也是魔女之夜的参与者 也就是说 怀氏忽然松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 变成狗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吗 他心情忽然就好了起来 算你运气好 猎狗头领冷声说 让叔叔我送你出场吧 那一瞬 猎狗们发出笑声一般的尖叫 向着冰水中呆滞的哈士气冲出 腐烂的腥风扑面 魔女之夜的外面 那玄庭在陷阱之外 宛如泡影一般的小小泡沫之上 此刻正被无数宛如轨道一般的光圈环绕着 不知道多少学者以灵体化身的方式 行走在上面 手持工具 仔细分析和整理着魔女之夜 所溢出的数据和定律 彼此以原质沟通交流 就好像考古现场的紧急开发和保护一样 热火朝天 竟然是进化论 但青色的灵体 端向着手中的水晶球 错愕感叹 达尔文学者已经很少见了呀 以前的时代 还有专精这一理论的创造主吗 不可思议 进化论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巨大命题 所有生物学者都不可能绕过 但正因为它太过巨大 导致与学者本身 就算想要深入研究 也会在庞大的范围 和无数千丝万缕的难题之上 感觉无从入手 只能从细节进行探索 就好像从事磁场研究的学者 全线径有超过上万人 但真正有能力去研究大统一理论的人 百不存一 哪怕是创造主 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分心 这不是才能的问题 而是更属于天赋那一部分的 大局观和本能 能够掌握无数前置的学科和定力 在进化论的领域中 简直令人敬佩 老王 老王 你快看 我发现了什么 前方一个巨大透镜虚影的后面 一个学者的领体兴奋地呼喊 都来看看这一条红细胞运行原理 编写得太精致的 和我们现在用的格式 都完全不一样 大家快都来学习一下 在经过震惊和错愕之后 所有学者的心中 都升起了浓浓的敬佩 有人感慨 奇了怪了 这种开创了一个领域的大牛 我为什么完全没有听过 很简单 保密机构了 旁边主持分配工作的金黄色领体 化身淡淡地说道 牛逼到这种程度 还能到深渊去建立 观测基地的创造主 除了当年的理想国之外 还有哪里 一阵短暂的寂静 无人说话 不得不说 就算是在天文会之外 当年理想国的陨落 也带来了绝大的阴影 以至于这些往事 都变成了大家一致认同的禁忌 如非必要的话 提都不会提 不论理想国当年如何 那位老前辈 花了这么多年 费尽苦心 只为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送回了陷阱 我们这些后继者 就不能让前辈们的心血白费 但青色领体化身停顿了片刻 杨生在原制通讯中说道 政治虽然和学术有关 但在这里的人 基本上都和政治无缘 大家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行了 不要让前人的苦心白费 一片赞同的声音响起 众多学者们的热情 都被调动了起来 很快 在金色化身的分配之下 投入到自己的岗位中去 怎么了 不是说 让大家干活吗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 金色领体挥手 抛了一份分析报告 给但青色领体 这些事情 丢给上面的 创造主头疼去吧 你还在瞎琢磨什么 不 我只是 有些疑惑 但青色领体成因许久 似是深思 既然是进化论的话 那么这一场我只是疑惑 这一场魔女之夜的命题 又是什么呢 以进化论作为主轴 创造出一个微型的地域 投入无数定律 用以改造 目的又是什么 这是一位创造主最终的工作 在生命终结时 所迎来的最后的实证和检验 燃尽一切之后 只为了从其中得出解答 可这一场魔女之梦所追求的 究竟是救赎 还是恶果 别再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金色领体拍了拍他的化身 塞过一份紧急任务过去 观测镜和探孽 是你分管的吧 赶快干活了 五分钟前 陷阱发过来的求助报告 卡特尔 搞海洋生物研究的 那个老哥那儿 出了点问题 他的妓女趁家长不注意 拿着邀请函溜溜进去了 我这里想办法联系一下 进入里面的同事 你看看能不能把他捞出来 什么邀请函 我们发出去的权限 应该相当高级的吧 至少安全性不至于没有保证 所以才担心孩子瞎完啊 金色领体耸肩 说不定一不小心 会把整个魔女之夜 搅得一团糟呢 对了 卡特尔那个家伙 竟然也要结婚了吗 啊 没错 新娘似乎是海洋委员会工作的 那个家伙 有些浪漫过头了吧 拿着邀请函还打算带未婚妻一起去工作 顺带蜜月旅行 有想法 但青色领体愣了半天之后 无奈叹息了一声 由衷的感慨 现冲都爆炸吧 嗯 都爆炸吧 在这一点上 死宅学者们达成了一直见解 然后 两边都开始头疼起来 那个小姑娘究竟跑去哪了 就在雪山之下 坐在水里的槐狮 看着徘徊在四周的猎狗 在那个家伙的一声令下 竟然冲着自己扑了过来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下 紧接着 血脉之中的野性被冒犯了 愤怒的呲牙 发出低沉的威吓声 皮毛乍起 怀石猛然向前扑出了一截 冲在前面引诱他注意的猎狗吓了一跳 迅速后退 可紧接着 就看到这一只哈士奇 在插着两个身位的时候 忽然停了下来 人力而起 双爪向着两面抬起来 张口呼喊 大家都听我说 在突如其来的错愕中 所有猎狗在原地愣了一下 紧接着 就看到怀石深吸了一口气 好像宣布真理那样严肃地说道 我们都是狗 领头的猎狗 表情抽搐了一下 从没见过脑回路 这么清奇的探索者 这他妈究竟是在骂人 还是想要寻求合作啊 他吃笑了一下 歪着头问 怎么 你打算说犬科动物 不打犬科动物吗 不 你看 众所周知 你们几位呢 是猎狗 怀石的爪子抬起 指了指他们身上的斑点 然后 又收回来 指了指自己 而我是军犬 啥玩意儿 猎狗一愣 那一瞬间 他看到了 那一只人力而起的哈士奇 猛然奋身一跃 怪叫着向着自己扑了上来 然后两只前 找分外别扭地晃了两下 扭腰百胯 后脚猛然一踏 朝着他的狗脸 来了一招标准军体拳 黑虎掏心 第318章 爸爸 嗯 现在应该说是 黑狗掏心了 但颜色也不对 要说斑狗掏心 品种又不一样了 而且自己 好像还没掏着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 哈士奇总算没有跟犯罪分子达成共识 一招突如其来的黑狗掏心 尖锐的爪子 瞬间划破了领头猎狗的一只眼睛 就他会说话 不打他打谁 紧接着 难以保持人力的怀师落地 张口 没有啃住领头者的脖子 那个家伙躲得飞快 然后周围的猎狗就向着他扑了上来 怀师前脚撑着地 一甩屁股 就是一招从白马哥哥那里学来的撂卷子 被踹过了无数次之后 他对这一招 可以说早已经深有研究 只可惜没有体铁 只是将一只猎狗踹飞了 然后 就又有两只扑了上来 一只咬中了怀师的屁股 一只咬中了怀师的尾巴 卧槽 怀师一声痛呼 就听见前面不远处 领头者愤怒的咆哮 王八蛋 你死定了 老子要活吃了你 你是狗吗 怀师忍痛冷笑 旋即反应过来 哦 你就是 然后 他就又想起来 嗯 自己也是 还是用嘴最方便了 他猛然一甩屁股 不顾挂在尾巴上的猎狗 飞跃而起 冲着前面向自己跑过来的猎狗张嘴 猛然咬下 牙齿合拢 听见嘎嘣一声 怀师疯狂地摇头 咬着他一阵乱晃 猛然将他甩进了水里 一滩血花便从冰河中生了起来 而怀师 根本不理会其他纠缠着自己的猎狗 笔直地冲着领头的家伙扑过去 后脚一蹬 不顾自己变成一条狗 强行使出了语步 领头的猎狗看到怀师冲过来 本来想要冷笑 可紧接着 就听见水花动乱中一声巨响 好像有人在炸鱼一样 一条张牙舞爪的哈士奇 就掀起了漫天的冰雨 向着他直扑而来 瞬间 撞在了他的脸上 狗盾蜜戒 投铁 哈士奇的铁头像是锤子一样 瞬间带着50斤的体重砸在了猎狗的脸上 令领头的人眼前一黑 而怀师感觉自己 一条腿的骨头已经碎了 语步本身就建立在 对自己身体绝对了解的前提下 进行爆发式的发力 现在贸然换了一条狗腿之后 怀师还用以前的发力方式 差点扯了蛋 疼得他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管了 也不理那些扑上来咬自己的猎狗 猛然张嘴 死死地咬住了领头猎狗的喉咙 奋力摇晃 归根结底 犬科动物的攻击方式 也只有自己的牙 顶了天一扑二减三线 那还都是跟老虎学的 现在怀师用尽所有力气 咬住了领头的猎狗 他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 疯狂挣扎着 抬起爪子 想要抓怀师的脸和眼睛 到最后 都在怀师奋力的摇晃之下 没有了力气 怀师奋力吸着他的血 不过那些咬自己肚子和身上的猎狗 发了狠 就算要死 也要拖着他 一起同归于尽 没过几秒钟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 脖梗脱臼的猎狗 被怀师甩在了地上 再一张嘴 咬开肚子 拽出内脏 当场了丈 可令怀师错愕的是 他死了之后 竟然化光消失了 而其他的猎狗 也像是丧失了勇气一样 不顾重创的怀师 瞬间四散去 怀师趴在地上 只看到那一道光 朝着自己飞来 钻入了他的身体中 在他眼睛前面 出现了一根小小的进度条 瞬间被填满了 LVR 升级 重创瞬间消失 他恢复了原本的健康状态 甚至感觉比一开始的虚弱 要更加的强壮 而且筋骨和肌肉也更强了 而更重要的是 他好像多了一个技能点 绝了 这是哪来的什么游戏系统吗 作为一条两级的哈士奇 怀师愣在原地 完全琢磨不出来 这个看起来像是技能点的东西 要怎么用 除了经验条之外 也没个系统面板 让自己加点的地方 系统开启 怀师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没有任何反应 打开技能面板 依旧没有反应 深蓝 还是没有反应 这特么加点往哪加啊 怀师彻底猛逼 况且 自己现在是一条狗 真要能加点 还不如让他的皮更厚一点 更扛养呢 然后他就看到技能点消失了 而他骤然一阵 皮痒 对 就是皮痒 痒得不行 他在地上一阵乱滚 找了个石头蹭了半天 蹭了一大片 石卸下来之后 发现 自己毛发下面的皮肤 竟然从嫩红色变成了青灰 好像牛皮一样 变得坚韧起来 技能点是这么用的吗 怀师似懂非懂地想了半天 这就是这个魔女之夜的探索方法 努力 PV或者PVP 升级获得点数 然后加强自己 最终变成一条 全世界最勇的狗 图什么啊 在原地愣了半天之后 怀师打了个哆嗦 感觉有点遭不住雪山上 垂下来的风了 不管怎么样 这里都不是 旧留的地方 他想了想 迈起步子 向着山下面走去 山下是一片平原 绿意葱葱 远方隐约还有灌木 树林 以及河流 对于一条狗来说 算是相对而言 较为容易捕食的地方 怀师找了一棵 能够遮风挡雨的树洞 将里面一窝山猫赶走之后 就占据了这个地方 稍微收拾一下 终于感觉到其他不对的地方 时间 应该说 时间过得太快了 还是太慢了呢 他不知道 他好像丧失了对时间的实感 一夜应该只有八小时而已 他现在起码应该过去五个了 可五个小时里 他仔细回想起来 从自己下山到 现在好像只过了五六分钟一样 不太对 在这里 时间好像被刻意拉长 或者缩短了 难以以外界的世界去衡量 也就是说 自己还要在这里面待很久吗 怀师沉色片刻之后 决心行动起来 去滥杀小动物了 费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咬死了许多兔子 山猫 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二级的经验条 好歹快满了 很快 他又发现了一个好处 在这里似乎不用勉强自己吃生的 因为没有饥饿感 好像默认他 只要咬死 就算吃过了一样 怀师没有了吃生时的抵触感之后 心情越发地轻松起来 血淋淋的 吃起来多难下口啊 天色已晚的时候 怀师回到自己的窝里 在白天的采摘来的树叶之间躺好 准备睡个懒觉的时候 却听见远处 传来细碎又隐秘的声音 好像又有什么东西 翘无声息地向着自己走来 灌木被波动的声音响起 怀师从树洞里抬起眼睛看过去 然后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在隐约的月光之下 他看到了一只金状魁梧的庞大老虎 向着自己的方向走来 脸上还带着血 眼眸森冷 猙獰无比 他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想要逃走 开玩笑 怎么打 根本打不过好吗 两极的狗就不是狗了吗 膨胀到和老虎打 怕不是有毛病 可他紧接着 就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 那一只老虎笔直地冲着自己走过来了 好像早就知道他在哪里一样 步步接近 一个参与者 怀师眯起眼睛 在树洞里缓缓地撑起身体 露出尖锐的牙齿 既然逃不掉 那就努力给他一个好看 随着老虎终于接近到树洞边缘的瞬间 怀师自动学中奋力一跃 露出尖锐的牙齿 猛然向前一扑 有似曾相识的尖叫声响起 随着哈士奇奋力一扑 老虎竟然消失了 就好像雾气一样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 地上一只紧张地缩成一团 好像大号松果一样的东西 他还在惊慌地尖叫 大喊 啊啊 怀师不要吃我啊 怀师愣在了原地 咋回事啊 啥玩意儿啊 怎么他还认识自己的 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越发地不可置信 副一 怎么是你 是我 在地上 那一只全城一团的小刺猬 惊慌地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 终于松了口气 欲哭无泪地摊在了地上 啊 吓死我了 还有要被吃了 这里好危险啊 先进来吧 怀师左右看了一眼 看到吗 有惊起什么夜行生物 让副一先进树洞里来 十分钟后 他呆滞地看着 躺在自己窝里 正在吃野果的小刺猬 难以置信 所以说 你是不小心拿了你妈的 邀请函进来的 嗯 你妈究竟有多不小心啊 怀师绝望地捂住狗头 大姐 你知道 一旦这里失败 是会意识破碎的吗 我有灵魂顶多受伤 你一旦退场 就自动植物人来 啊 副一不可置信 这么危险吗 算了 怀师叹息 你别乱跑 跟着我 我怎么都能带得动你 大不了咱们狗到魔女之夜结束 哦 小刺猬似懂非懂得点头 不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怀师终于反应过来 茫然地问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长成了一副狗样啊 嗯 副一不解 你的名字就在你头上飘着啊 隔着老远都能看到 嗯 等一下 啊 是这个插件 我这里的地图系统 能限时探索者的名字 我看看你的资料哈 这里显示的你是怀师 种类是犬科 然后等级是2 你没有吗 怀师头上的黑人问候 感觉快要突破天际了 为什么这么时髦的功能 我没有 那你刚当那个老虎 啊 是我的技能 你没有吗 副一茫然 怀师沉默了许久 甘涩地问 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功能 嗯 看看 哎呀 学者这些数据好麻烦啊 好多参数和显示的数据 完全搞不懂 要不是我在海上 帮我妈弄了半个月的仪器 我都不知道 这个界面怎么用 副一的小爪子 在面前的空气中挥舞着 一个探望镜 一个地图栏 可以自动显示周围的探索者 还有一个可以开人等级的东西 有一个和我已经绑定了的黄金遗骨 一个大概10平米左右的储物空间 一个小型护盾 一个传送仪 还有 哎 谁说不能退出的 这里不是有安全退出的按钮吗 此季中 副一茫然地抬头 看到蹲在自己面前 那一只哈士奇的古怪神情 不知何时 他好像已经热泪盈眶了 发现副一看过来之后 怀石就扑了上去 不顾他浑身的刺 将他抱住了 大声哭喊 我好想上分啊 爸爸 求求你代代我吧 第319章 兄弟七夕 奇力断金 三天后 午后的阳光普照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的季节到来了 在东非的塞伦盖地草原上 猎狗是声名最为狼藉的动物 它们成群结队的 到处捕猎未成年的动物幼崽 不管它们是草食动物 还是肉食动物 甚至结伙从猎豹口中夺取食物 人类对于它们 没有任何好印象 但猎狗 对此 似乎毫不在意 它们依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奔驰在草原上 一只哈士奇来到了草原 开始了一段艰苦的冒险经历 我说负一 嗯 怀尸叹息 你能把动物世界 考的播音枪给去了吗 嘿呀 我这不是在学校播音时 待得比较久了吗 给你配个音 怕你无聊 你声音低一点 怀尸摇头 于是 一处不引人注目的草丛 便耸动了起来 随着枝叶的分开 一只刺猬从其中冉冉升起 再然后 是一个硕大的狗头 怀尸的狗头 俨然已经变成了负一的座驾 此刻负一坐在狗头上 好像骑着高头大马一样 看上去神气的不行 而怀尸一双冰蓝的眼睛 紧接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看到了不远处 几只抢了别人食物之后 懒洋洋晒太阳的猎狗 就是他们了 对 你注意最大的那一只 那是一只四级猎狗 其他的都是二级 里面没有探索者 负一悄悄地说 咱们还是老办法 嗯 老办法 狗头点了一下 趴下来 将负一放在地上 我上去咬残了之后 你等会儿注意补刀 别冲太前面啊 小心一口你就报销了 我有护盾 我不怕 小刺猬信心十足地 挥了挥自己的爪子 你被强化了 快送 怀尸白了他一眼 继续趴在草丛里 一点一点地向前挪 努力地不扰动直察 他能够嗅到上风口 越来越重的骚臭味 这里猎狗群 起码有十来只 万一这一波操作不好 就是送菜了 怀尸安下心来 翘着屁股一点一点向前挪 直到距离 拉到十米之内 前找之下 才弹出了八根尖锐如匕首的指甲 摩擦在石头上 划出了四道白印 而就在猎狗们察觉到异常的响动时 一只牛犊子那么大的哈士奇 就已经从草丛里扑了出来 呼啸而至 使我君体权 四级的猎狗首领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一抬头 便看到怀尸的爪子掏下来 脸上顿时被掏出了几道血印子 瞬间吃痛 猎狗首领放声咆哮 身体猛然膨胀 嘴里竟然冲着怀尸 喷出了一道火光 紧接着 怀尸就是一个上钩拳 找 嘎嘣一声 猎狗张开的嘴 强行被他合上了 顿时火光消失无踪 就只有两道浓烟 从猎狗的耳朵里喷了出来 而怀尸已经长大了泛起铁光的大嘴 朝着他的喉咙猛然合了下来 瞬间咬断了他的颈椎骨 却并不急着取他的狗命 转身扑向了几条冲上来的杂兵猎狗 皮肤经过了韧性提升之后 猎狗们根本咬不动 嘴里又咬中了一个 冲着一个想要逃跑的来一招狗般语步 投铁冲击之后 瞬间这一个猎狗群就已经死伤狼疾 有更多的猎狗已经四散而逃 可就在他们前面 一只小刺猬忽然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几个猎狗根本当作没有看见 继续往前跑 然后便看到一只白鹅大虎从空气中浮现 向着他们震怒咆哮 腥风扑面 幻象瞬间消散 可是就已经足够怀尸扑上来补刀了 这种二级的猎狗遇上强化到四级的哈士奇 如果不能依靠群体 完全就是宋菜 在逃走了四只之后 原地还剩下了八只 怀尸一不小心咬死了三只 剩下的全都是半残 负一哈的一声 跳上去 拿着自己的尖刺又是捅又是渣 不知道是把那只猎狗气死的 还是渣死的 总之在渣死了四五只之后 终于升到了四级 刺猬开局实在太弱势了 虽然有一个换术技能 但输出近乎没有 这一次升级之后 负一一阵抖动 浑身尖刺耸动了两下之后 泛起一层金属的光芒 紧接着 随着他一声轻喊 两根尖刺 好像利剑一般飞射而出 刺入了两只猎狗的喉咙里 现在可方便了 哇 负一 你掉头发了 旁观的怀尸目瞪口呆的感慨 然后被负一白了抬眼 在捕到最后一只首领的时候 负一想了一下 让开了位置 你来吧 现在主力输出是你的 拿下他你 应该就五级了吧 怀尸没有推辞 他们的进度 已经稍微有些落后了 在昨天的时候 负一就通过插件 看到过七级的探索者了 那一只进化成狮子的探索者 绕了几圈密林之后 没有找到什么猎物 信信离去了 吓得怀尸和负一出了一身冷汗 一口补掉了手领 拿下了大礼包 怀尸就自行脑补了一段升级的音效 进度条再次不满 LV5 前面四级里 他分别强化了自己的皮毛 骨骼 肌肉和爪子 这一次干脆把技能点数 用在整体的体质之上 在趴在地上 一阵神经质的哆嗦之后 怀尸再度爬起来 发现自己竟然又大了一圈 已经超出大行犬的范围 进入猛兽的领域了 除了一双冰蓝色的眼珠子 时不时地显露出经典的 二货气质之外 完全看不出 这是一只哈士奇 而更令他惊喜的是 自己原本稀薄的原质 渐渐渐渐地风营起来 不似往日一样的干涸和稀缺 按照这个势头 等到了十级之后 他就能够拿回乌鸦 开挂给自己保留的灵魂能力了 相比起来 负一的体型却完全没有渐长 只是速度和皮毛越发尖锐 而且技能维持的时间更长了 幻化猛兽的时间也更加地长久 不过 有负一这个开了官方挂的GM玩家在 可真是太方便了 地图一开 哪里有怪 简直一清二楚 练起即来 简直不要太轻松 唯一的不好 就是升级速度太快 树洞快要塞不下怀尸了 但幸好 这群猎狗还占据了一个洞穴 看来以后住的地方可以宽敞一点了 等他把附近清理干净 负一早已经蹦蹦跳跳地跑进去了 然后又火急火燎地钻了出来 怀尸怀尸怀尸 负一高喊着 你快过来看 啥 怀尸小步跑过去 趴下来 再将负一顶在脑袋 钻进洞里 然后愣在原地 这特么是啥 在洞穴里 一片狼藉 一群猎狗自然不能指望他们搞卫生 可令怀尸震惊的不是这里的脏乱 而是墙壁上的那一幅早已经斑驳脱色的壁画 在浅灰色的墙壁上 画着一群看上去好像是蛇一样的人 仿佛在进行什么 祭祀一般 围绕着高台 动作仿佛舞蹈 而就在高台之上 是好几个乍眼以为是群山的影子 可仔细看的话 又带着野兽的轮廓和特征 如山的野兽 怀尸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世界还有文明存在的吗 他不可置信 明明回忆里 所有的文明都已经在大天灾的袭击之下 彻底毁灭了 他甚至还在怀疑 这个世界有没有人 结果这么长时间了 他在这一片草原上别说人了 连个猴子都没捡到 一只灵长墓的东西都没有 人类好像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 消失不见 也就是说 我们前两天在草地上见到的 真得是彻折 怀尸不可置信 说不定呢 能有轮子这种东西 文明程度肯定不低了 你看阿兹台客人 据说几百年前都还没有轮子呢 那个是特殊情况好吗 怀尸撇了撇嘴 一帮数学发达到历法 推到一万年之后的家伙 每天热衷于搞活计 搞了一千多年 连个轮子都没搞出来 不得不说是一帮奇葩了 那 咱要不要去看看 副医想了想 问道 暂时先别了吧 怀尸摇头 新手村里还有这么多怪没打呢 跑到暴风城去 怕不是要被狗脑子都出来 为什么是暴风城 不是奥格瑞马 你没听说吗 大球长又双弱死了 还要被垃圾编剧说废物 部落真是太难了 是啊 太难了 一狗一次喂相顾一眼 摇头感叹 现在你五级了 我也四级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去干一波精英怪了 副医想了一下之后 眼神又亮了起来 副医口中的精英怪 是另一个探索者 他们昨天晚上 在湖边发现的一个狼群 大概有十七八只的样子 等级都不低 领头的狼也有五级的程度 但在这个魔女之夜里 升级路线 似乎并不只有强化自身这一种 就好像那个带着猎狗群 来袭击怀世的家伙一样 技能点数 还可以用来扩充和提升自己的族群 也就是增加手下 而手下也可以通过练级来提升等级 只不过 却要比探索者自己要慢得多 毫无疑问 前期大家都没什么输出的时候 这种人多势众的探索者 反而是最强的 操作得好的话 后期说不定也十分强力 那个占据湖边的家伙 好像在等着什么 从不挪窝 怀世上一次凑近了 硬是被三只狼追出了两里地那么远 明明大家都是狗 为什么不能做好朋友 嗯 这么一想 好像还挺押韵的 如果怀世能够像是这次一样顺利斩首的话 他们未必不能把这一波经验值拿下 怀世犹豫了很久 最终准备摇头 却听见副一的声音 地图上看 那里竟然有一件遗骨诶 怀世一咬牙 一拍找 干了 第320章 不也挺好吗 遗骨是啥 怀世不知道 但副一有 而且还是这个GM号自带的 和他绑定 黄金遗骨 听着就特别牛逼 怀世当然也想整一个 这两天 他连蒙带猜 结合乌鸦之前给自己的解释 差不多明白 魔女之夜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虽然以历史上女巫和魔鬼们做交易的夜晚命名 但实际上 这应该是一场 将所有进入者 都当做了试验品的深渊试验才对 一位创造主在临终前 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探究 制造成这一场虚幻之梦 意图在最后的梦中 得到苦苦求索的答案 就好像是个人开发者的一个解密游戏 从陷阱的这个巨大的服务器里上线 将所有运营权 都交给了服务器管理商 而且无偿地捐献了自身的财产 以及自己所有的心血 天文会具有这个游戏的维护权 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游戏中设定若干个 GM账号和在外部不断地进行解包 这都无所谓 倘若天文会想要将这一份力量 融入陷阱的话 那么就必然要配合创造主 一起完成这个实验才行 内部的铁则不容更改 倘若能够完成 那么天文会 参与者和创造主 都能够三方得意 哪怕创造主彼时已是 但最后的执念 依旧能够接收到结果 招文道 惜死可以 没有这样的决心和骨气 别说创造主 连学者都做不了 这也是天文会会这么主动地 广泛为公开招募探索者的原因 甚至将多数GM账号下发 一位创造主最后的一刻 对于学者们而言 也是罕见的机会 倘若能够进入其中 获得创造主的认可 继承一波的话 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 只不过别说继承一波了 试验称之为试验 就是因为其成功概率之渺茫 这是追求一生 而不得之后 估置一注的豪赌 对所有的探索者 同样也是如此 哪怕这一位 创造主格外仁慈 并没有将所有探索者的 躯窍卷入其中 一旦失败 恐怕也会灵魂崩裂 受创不清 这是一趟风险巨大的考古 和开拓之旅 不论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也好 还是出于对创造主的尊重也好 这些具有额外权限的参与者们 都不会乱搞 为了最大程度上 避免内部干涉出现Bug 所有发放下去的权限 全部是以自保为主 目的就是 不至于让探索的学者和升华者们 在最初的环节 就被初见杀 和恶劣的运气弄死 至于出现了某个不小心拿到了 GM权限的小刺猬 和某个脑子里 从来缺根弦的哈士奇组队的情况 就是预料之外的事情 就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 淡金色的灵体 终于通过外部的探望镜 和灵质操作聂巡 找到了负一的所在 看到她的意识指数 和生命体征一切OK之后 顿时松了口气 没有多想 她直接通过天文会的权限 联系上了少女 然后 慌忙挤出一个最和煦的笑容 想要安慰预料中 惊慌失措的女孩 然后 一只面无表情的刺猬 接通了视频 嘴里还嚼着果子 涂了两颗子在地上 随意地问道 谁啊 这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灵体后的学者猛逼了半天 笑容也有些绷不住了 那个 是负一小姐吗 你的父亲卡特尔 我爸不姓卡 你打错了 啪 通讯挂断了 打错了 金色灵体愣在原地 茫然地端起资料 不断地对比着 不对 没错呀 她再次打通 负一小姐 很抱歉 因为意外 让你卷入其中 接下来请配合我的指令进行操作 我们可以安全地让你离开这场纷争 嗯 这样就算是再桀骜不驯的小姑娘 知道能够脱离苦海之后 也一定会配合了吧 她给自己点了个赞 不用抱歉 我待得挺好的 没事就挂了吧 负一按下了红色按钮 通讯挂断 灵体愣在原地 目瞪口呆 绝了 待得挺好 是怎么回事 姑娘你当旅游吗 别闹了 这里很危险的好吗 怎么回事 淡青色灵体 带着另两个灵体 从轨道上飘移过来 不是找到了吗 怎么还没出来 史密斯先生 你一定要帮帮他 一个灵体惊慌地抓住了史密斯的手 没救他这么一个女儿 一定不能让他出什么事情 呃 他不肯配合我也没有办法 史密斯无奈地看了赶来的卡特尔半天 我说 你们妇女沟通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放你妈的屁 旁边另一个灵体大怒 那是我女儿 史密斯看了看暴怒的副处长 又看了看旁边尴尬的卡特尔 目瞪狗呆 好像明白了什么 愕然地看向淡青色灵体 你怎么不告诉我 卡特尔的老婆也是个男的 淡青色灵体一脸猛逼 根本不知道他看自己是干啥 也不知道史密斯已经在短短几秒钟内脑补了几百万字的剧情 啊 两个寂寞的男人在雨中相遇 一个美妙的相遇 在酒吧里宿醉 醒来 一个美好的误会 一开始地抵触 紧接着地犹豫 随之而来的痛苦 最后在真爱的呼唤之下 痛下决心 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 他们终于走在一起 上帝啊 他们甚至还收养了一个女孩 多么正能量啊 他感动得快要流泪了 我为你们的勇气感到钦佩 两位 抓住两人的手 史密斯几乎热泪盈眶说 我一直想要像你们一样 可是我没有勇气 你他妈的究竟在说啥 副处长快疯了 我女儿呢 我那么大的女儿呢 就因为一张邀请函就没了 嗨嗨 傅先生得说 这是一个意外 那张邀请函除了我和梅之外 按道理来说 别人是没有权限激活的 无奈的卡特尔安慰 请你放心 天文会一定不会让副一出事的 我放心个屁啊 副处长下意识一抹腰间 没摸到枪 就一拳 抡向卡特尔的脑门 结果忘记自己现在是灵体 如果对面不愿意 自己脆口吐沫 都吐不到 顿时心中越发悲愤 我就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想到自己女儿 要被这个洋鬼子带走 哪怕是铁汉如老妇 也忍不住悲从中来 猛难落泪 你们要带他去外国读书就算了 你们倒是把他活蹦乱跳地带走啊 这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究竟是他妈怎么回事 体面您好吗 副相王 李梅终于上线了 怒视了一眼自己的前夫 正准备说什么 又想起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叹息一声 看向史密斯 给你添麻烦了 史密斯博士 没有办法直接将他从里面带出来吗 主要是内外传送的定律 会和内部规则产生冲突 如果不是到必要关头的话 最好不要这样做 那就请再联系一次吧 我们会劝他 配合您的工作的 我试试 史密斯正准备在仪器上操作 紧接着就僵硬在原地 许久 好像被他拉黑了 在屏幕上 副一的刺猬头像已经按了下去 只有最后一条留言 在跳跃闪烁着 我出去走走 一切都好 请爸妈误虑 很快回来 大概 在场的人陷入漫长的沉默 这算什么 叛逆期来了 终于离家出走了吗 你看 至少他还给你们留了言 在死记一般的沉默中 史密斯鼓起勇气安慰 青春期开拓一下世界 不也挺好吗 然后 感觉到三道风锐的视线看了过来 他的表情抽出了一下 忍不住无脸 这究竟是闹哪样 收拾的焕然一新的洞穴里 怀石有些别角地 拿着爪子 将地上的干树叶围拢到一处 想要做个地铺出来 听到身后细碎的声音 回头 看到了从外面迈着碎步回来的小刺猬 有些疑惑 有些疑惑 你去哪儿了 洗澡 差点掉进河里 你可别提了 小刺猬抖抖身上的水 在他身上大力蹭了两下 反正怀石皮后也不怕扎 好像一条厚毛巾 怀石被他扎了两下 表情顿时抽搐起来 你在干什么 副一端向着那一堆小小的枯树叶 原本想要生火 可我爪子刮了半天没烧起来 就用剩下的叶子 给你做了一个床 你试试 小刺猬跳上去 蹦带了两下 愉快起来 不错 不冷了 那就好 怀石吹了吹石头上的灰尘 躺在了上面 睡吧 明天我们去打精英怪 嗯 副一也趴了下来 怀石闭上眼睛 抱着自己的尾巴睡着了 漫长的寂静里 枯树叶里冻了一下 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顺着他的胳膊爬上来 在他的狗头上 找了个舒服的地方 趴下来 不动了 怀石睁开眼睛 往上看了一眼 理所当然 什么都看不见 但感觉怪暖和的 就好像好兄弟 给戴了一顶帽子一样 不也挺好吗 他闭上了眼睛 洞穴外 夜色渐渐深沉